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叫浏览器 对吧 那我们去使用一个网页去做 我们在网上去浏览资源的话 目前我们大部分的动作都是这样的 是不是打开我们的浏览器 打开浏览器 在浏览器上面是不是输入我们的网址 比如说我们写个百度 打开我们的百度网页 那么打开之后 在输入网址之后 是不是就回来了这百度的主页 那我们到底有没有想过这个百度的主页是怎么来的 它在你电脑里面吗 你电脑里面能找到这个东西吗 找不到 对吧 那肯定这个资源 这个网页资源 是不是从别的地方 是不是发送给你 有浏览器是不是展开的 其实它的流程是这样的 一般我们用的时候 你是不是先在浏览器里面 框上是不是先写地址 然后回车 对吧 这个回车的动作 假如说你的网速比较慢的话 我们会很明确地发现 是不是在这里等 你在等什么 是不是在等资源 对吧 如果这个资源拿到了 如果等到了 过了一会儿 你资源是不是就出来了 那就相当于 等待的那个过程 其实就是我们浏览器 把你的需求 根据你的URL地址 再根据你的 你的行为动作 对浏览器上执行的行为动作 把你的请求 以及你的需求 是不是就发送给了 对应的服务器 服务器在接收到 这个请求之后 是不是开始进行处理 然后处理完之后 再把什么给你 是不是再把结果 是不是就给你了 就这样的一个 简单的交互流程 来也就是 那么我们来强调一点 由浏览器 也就是我们的客户机 发送数据 发送浏览 发送用户的需求 给服务器的这个过程 我们称之为请求 服务器在把 处理的结果 给客户端的这个过程 我们称之为想要 请求和想要 是这样的一个机制 好了 来我们看问题 那么我们把浏览器 你在浏览器上 写了地址了 一回车 那数据是不是叫 发送给一个服务器 那他怎么知道 这个服务器的 他怎么找到 这个服务器的 是不是用UIL 你在浏览器里面 写的这个地址叫什么 是不是叫UIL 在这个UIL数据里面 在这个数据里面 是包含了你的服务器地址的 能懂吗 那个 那老师他怎么去找 具体怎么找 我们不用去管 但是 你是不是得告诉浏览器 我要找谁 并找到之后 你要告诉他 你是不是要要什么 能明白 就是通过这个地址里面 包含了 你要去 访问服务器的地址 并且 你的请求里面 你找到之后 是不是浏览器 就要给他发请求了 你的请求里面 是包含着 你要让服务器干什么 对吧 服务器接收到这个请求之后 是不是就开始 根据你的这个请求 你要的需求 我是不是就开始进行处理 处理完之后 我是把结果就点进了 慢慢 就这样的一个流程 那么 浏览器呢 根据我们的这个地址 我们就可以去找我们这个服务器了 但是 我们市面上 常见的浏览器的版本 是不是有很多 火湖 谷歌 IE 好 我们大家电脑上 必须常备三个浏览器 火湖 谷歌 IE 三个都要有 因为我们在学习 之前学习前端知识的时候发现 是不是有浏览器差异的问题 这三个浏览器都要有 然后那个360 搜狗 比如说不能用 懂吗 是 用起来 没有三大浏览器厂商 做的那么的规范合理 懂懂吗 必须有这样三个 那么浏览器 我们看 火湖 谷歌 和IE 这样三个浏览器厂商 假如说我们的服务器 虽然你先别管服务器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你就知道服务器就是你给他啥 你告诉他要干啥 他不是处理完把结果是不是给你的一个东西 你还不要把它具体 具体的我们都回头再讲 那我们来看 假如这边是我们的这个火湖 谷歌 IE 然后呢 这边是我们的一个服务器 那么我们的谷歌 假如这个谷歌 谷歌是不是你在输入网址之后 它是不是发请求 是不是就给我们的这个服务器了 然后给他 服务器接收完之后 是把结果 是不是就回退过去 那IE 火湖 是不是都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这是发请求 处理完 是不是给想象 但是问题是 浏览器 是不是也是代码写的 那么浏览器 既然是代码写的 它怎么把数据 发给我们的服务器 不同的浏览器 如果要是没有规范约束的话 是不是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虽然发的是相同的数据 明白我意思吗 数据 这三个浏览器 发的数据都是相同的数据 但是发过去 长的样子一样吗 不一样 因为写的底层代码 是不是不一样的 那长的样子就不一样 那长的样子不一样 但对于服务器来讲 它的目的是干什么 是不是处理你的请求 并享用处理结果 对于服务器来讲 它知道这个东西是谁发的吧 不需要知道 你从哪里来的我都不知道 具体一点就是 你谁给我发的 就是你告诉我 我拿到这个数据了之后 我是不是拿到了 我是不是去处理就好了 你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 我是不是并不是特别关心 什么时候才会关心啊 我主要关心的就是 我处理完 我要给谁 我是不是只需要知道 是谁发给我的就行了 能明白吗 具体你是用哪个浏览器 我自己来发给我的 我是不是可以不用特别的去关心 理想状态下 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关心 听明白吗 但是因为三个浏览器 现在发同样的数据 格式不一样 那服务器这边怎么接 怎么接 声明三套代码 是不是去接 我是不是还得判断 你这个请求是哪个浏览器发的 因为如果一般的 哎呀 这个请求是谷歌发的 那么我是不是得调用谷歌的 那个代码 因为我是不是得遵循谷歌的那个格式去接啊 对 然后去处理 那我是不是得写三套 对 那这样对于我们的程序员来讲 就非常之痛苦啊 因为浏览器可不仅仅是这三个 对吧 所以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 可能大家心里都想了 那老师他们三个按一样的格式发 那不就好了吗 你对于服务器来讲 我管你是哪个浏览器 你发送数据的格式是一样的 我就按这个格式去发 去接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明白 所以 来 问题 客户端 也就是浏览器啊 我们说外国 对于外国来说 以后提到客户端 其实就指的是谁 浏览器 那么对于客户端来说 浏览器的版本呢 是有很多的 那服务器的版本 也有很多 刚才我们先不说服务器的版本了 就只是浏览器的版本很多 是不是就会造成不一样的问题 因为造成数据的发送 是不是不规范 那么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呢 我们是不是规范浏览器和服务器交互的 数据的格式 我不管你是哪个浏览器厂商 我也不管你是哪个服务器厂商 你们之间的数据交互 是不是遵循相同的格式规范 对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不存在差异性的问题 对吧 你浏览器数据怎么去获取的 怎么去整合的 我不管 但是你只要发送 是不是就按照这个格式去发 服务器来讲 对于服务器来讲 我不管你的数据是哪个浏览器过来的 但是只要是过来了 我就知道 这个格式是一定是这个样子的 我是不是就按照这个格式 是不是去解析 去拆分 是不是拿我想要的数据 然后是不是进行助理几个 好 那解决这样的问题 我们进行规范 那具体的实现就是谁了 HTTP协议 所以通过我们上正面这样的说法的讲解 大家应该明白 HTTP协议具体是干什么的 是不是就是规范浏览器和服务器之间数据的交互的格式 对 没有它行过 可以 没有它行过 你觉得呢 好好想想 没有HTTP协议行不行 首先 没有HTTP协议 浏览器和服务器之间 是可以实现数据交互的 但是 没办法进行推广 对吧 会阻碍我们互联网的发展 所以HTTP协议是非常重要 明白 OK 那么HTTP协议 老师它的作用我们明白了 它怎么来的 不用来干什么的 我们明白了 那HTTP协议到底是什么呢 HTTP协议呢 在我们书语里面称之为叫超文本传输协议 它就是一个协议 作用规范了浏览器和服务器的数据交互 也就是说浏览器 假如这边是客户端 现在我写的是客户机 那这个假如有个用户 它用哪个浏览器请求 你知道吗 你有可能是不是用谷歌 是不是访问淘宝啊 你有可能用AE访问淘宝啊 有可能用3600 有可能用搜稿 你用哪个浏览器我都不知道 你用数据库交出的数据格式 那么你觉得它的核心应该是什么 是不是格式 是不是数据发送的格式 这是不是核心的 那么数据发送的格式要求是什么呢 在我们追听 在我们看来 描述一个数据 描述一个数据 精准地描述一个数据 目前来讲 比较合理的手段 就是箭直对 就是箭直对 k value 因为你用语言 去描述一块数据 说的文字是比较多 箭直对就会很明显 直就是真实的数据 箭是数据的描述 老师 箭是什么意思 我要箭干什么 我不要箭 我只发数据不就行了吗 那你要是只发数据的话 那我告诉你 我发了个23 28 39 你告诉我 这都是啥数据 哪个是年龄 能看出来吗 看不出来 所以我们不仅仅要发数据 还要发什么 数据的描述 比如说这个 我是不是写了个age 是不是等 那你就是知道 这是不是就是年龄 明白没 所以那我们要发数据 和要发数据描述 那最简便的方式 就是什么了 箭直对 而箭直对的写法 有很多种 你有可能会这样写 比如说A等于3 是不是一个箭直对 A冒号3 是不是一个箭直对 A什么 我把它放成一组 斗号3 这是为箭 这是不是也是值 那就看你又拿到格式了 箭直对是不是也有描述的格式 但是注意听 我们A的第一个特点叫 简单快速 为什么说它简单快速 因为ADDP发送数据的格式 是基于建制队来做的 是不是短小听判 描述准确 具体 那老师 那它具体建制队是什么呀 等后面 我们讲ADDP的请求 如果想用格式的时候 我们会具体看到具体的内容 可以吧 OK 那我们看常用的请求方法 有Gate Hide 和Pose 对于Gate 和Pose 我们应该是不没中的 对吧 我们看第二个点 叫灵活 ADDP允许传输 任意类型的数据对象 正在传输类型 有container type 加以标记 什么意思 我们ADDP协议 它是不是规范了 数据发送的格式 但是 它能规范发数据的类型吗 我只是说 你给这个数据 浏览器这个数据 你应该怎么给服务器 是把这个数据用什么格式 进行改 对吧 但是 数据有哪些 是有图片 音频 视频 等等 这个东西 它是没有进行规范 明白 所以它是很灵活的 也就是说 通过ADDP协议 你是不是什么都能发 什么数据 是不是都能按照这个格式去发 明白 OK 那么它里面有一个container type 加以标记 是这样的 它既然是规定了 你的这个格式怎么去发 比如说 它仅仅如果减这个格式的话 比如说 你发一个文本 给它 它直接给了 发一个视频给它 它也给了 但是对于服务器来讲 它是不是得区分文本 视频和音频这些数据 所以你在发的时候 有一个键 叫container type 来描述你此次请求数据的类型 那么我服务器是不是就知道你给我发的是什么了 举个例子就是 你从网上买个东西 跑到网上 你买个 什么 比如说 你买个衣服是吧 你买个衣服 来那个快递单上 下面是不是就写了个短袖 那你就知道这个盒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了吧 明白没 然后盒子上再贴了一个 危险品 易碎 清拿清矿 都明白什么意思吧 是不是我对整个的数据 是不是加以是什么类型的数据 这样的话 我拿到之后 我是不是就知道怎么去拆 怎么 我是暴力拆 我还是温柔的去拆 明白没 OK 这是我们这个 这是它的特点 来我们看 第二个叫无连接 无连接含义是限制 每次连接只处理一个请求 服务器处理完客户的请求 并收到享用后 即断开连接 采用这种方式 是不是节省传出时间 什么叫无连接 就是我们把数据 发送给服务器 这底层是不是一定是 爱欧流 或者是网络编程 类似于加码的这种机制 来进行实现 那么你把一个东西 传递给另外一个东西的话 你把比如说 你把数据从浏览器 传递到服务器 首先浏览器和服务器之间 是不是得先建立连接 你打电话 你是不是先得接通 你见谁打过电话 输入电话号码 一点就开始微 就开始说了 有这么干的吗 那叫留言 对吧 那叫留言 但是我们浏览器和服务器的沟通 是基于时效性的 就像你打电话 你是不是得先接通 接通之后 我是不是再给你给东西 然后先不要挂 我给你给完之后 比如说我给你打电话 我收你电话号码 我说喂 你接通的时候 我说喂 我的那个什么什么 书包忘了拿了 等会你帮我拿 你说好 然后他就帮你找 然后等会是把这书包就给你了 它是基于时效性的 这个就是TCP和UDP 它是基于什么的 TCP是基于时效性的 UDP是什么 面向无链接的 什么叫面向无链接 就是留言 我说完了 我不管你那边知道不知道 我是不是就留着了 有可能这个数据是会丢失 明白 这叫留言 所以呢 它是面向链接的 所以浏览器和服务器之间 是不是先建立电机通道 这个通道建立好之后 浏览器是不是再把数据 发送给服务器 服务器处理完 再根据这个通道 是不是再把数据给他 这样一去一回 一个过程 一次请求 是不是就完事了 立马就会关 明白 明白 立马就会关掉 如果老师我再有请求 怎么办 再发 所以它是面向无链接 一次链接 也就只处理几个请求 但是 这是不是有问题 老师什么问题 你举个例子 你给同学通车打电话 喂 通车 你先接通吧 喂通车 中午帮我带饭 你通车说 好 这是不是一个 一问一答就完事了 然后你把电话挂了 然后说 带什么呢 再拨通 再打 然后说 帮我带一个辣子炒鸡 然后你通车 好 这是不是又完事了 再挂了 然后他说 得买瓶水啊 再打过去 然后他说 你再帮我带瓶可乐 好 又挂了 明白问题吗 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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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地方是浪费电话费是吧 但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看到的是浪费电话费 但是其实这个地方暴露一个问题就是 你每次是不是得需要打 是不是对我们的这个连接通道开 关 是不是有资源浪费 因为我可能这次请求处理完 我可能会立即是不是发起下一次请求 所以这个地方就给大家写了这么一句话 很重要的 从HTGTV 从1.1版本就干什么了 支持可持续连接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我们先发请求 请求发送之后 然后响应回来了之后 这个流程通道 首先不立马关 如果你在一定时间内没有任何操作 或是在关 打电话就是这样的 你通桌问 你跟他说 来通桌 来帮我带一份饭 你通桌说 好 然后你这边是不是没动静了 你就不说话了 你通桌那边就开始怎么了 你说怎么不说话了 一看 一二三 一分钟没人说话 啪就挂了 这你们俩事先约定好的 你给你通桌说 以后我给你打电话 只要一分钟之内我不说任何东西 你就挂了就行了 这是你们俩事先约定好的 听明白了吧 那如果我要在一分钟之内再说话 你是不是重新计时一分钟 还是重新计时啊 就这样的 然后就挂就好了 好 OK 这是这个 来我们看下一个叫无状态 无状态是这样的 ADP协议是无状态的协议 无状态指的是协议对事物处理是没有记忆能力的 那我们这个地方无状态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它的核心作用是干什么 是不是规范你的数据传统和数据的响应 就是你怎么把这个数据 是不是按哪个格式是不是发给它 它按照哪个格式是不是在给它 你们中间是不是都按照相对的格式去解析 那么它规定的是格式 你数据是啥 我管不管 刚才是不是已经说了它灵活 什么数据是不是都能发 我是不管的 什么叫无状态 就是你这一次请求 先建立一个连接通道 然后一下子是不是发给服务器 服务器处理完是不是再回来 这次请求是不是已经完事了 完事了之后 数据就没了 因为对于我来讲 你这是不是一次动作就完事了 你下一次再发新的请求 那数据 我不管你数据是什么 我是不是再次按照这个格式 是不是就去发 明白 是这样的 它跟数据是什么 是没关系的 它只是规定是不是数据怎么发的动作 你数据是什么 我是不管的 那么这样的话 如果你的第二次请求 用到了第一次使用的数据 你第二次是不是还得再重新写一遍 听明白没有 举个简单的例子 都寄过快递吧 快递单 涨一个样吧 快递单是不是涨一个样 涨一个样吧 涨一个样 那那个快递单 它的格式 不管你哪家快递公司 那快递单基本格式是不是一样的 好比如说 你先追听 那个快递单上面是不是格式啊 哪个地方写用名 哪个地方写发送人 哪个地方写书件人 哪个地方写手机号 是不是都规定好了 是不是都是简直对 好你可以把那个快递单显示成 就是agtp协议规范的格式 哪每一个键应该是干什么 是不是都规定好 你是不是只要往里填数据就行了 听明白了吗 但是这样的话 你发现快递单 它是不是就是规定了这个格式 你怎么去填 具体数据是什么 你写完 这个快递是不是就完事了 但比如说你现在要寄两快递 第一个快递你寄给张三 第二个快递你寄给李四 收件人信息一样吧 但是发件人信息一样 你写几遍 老师我写一遍 怎么可能 你写几遍 写两遍 明白了吗 就是我只是规定你这个单子上 你应该写哪些信息 哪些数据是有效的数据 你是不是写好就行了 至于数据是什么 我是不管的 那这样的话 那两次请求 如果第一次请求的数据 第二次要用的话 你得重新再写 明白了吗 这叫无状态 这就是它的无状态 OK 这是我们的这个 agtp协议的无状态 好 而并且从agtp1.1版本之后 我们这是什么 可持续连接 这是我们整个agtp的内容 通过这些的讲解 一定要明确一个问题 第一 什么是agtp 第二 agtp是干什么的 第三 agtp的特点 这三个问题一定要明确 第一 什么是agtp 叫超文本 传输协议 第二 agtp是干什么的 规范了浏览器和服务器 数据交互的格式 没有它 也可以 但是会阻碍我们互联网的发展 第三 agtp的特点 记住 简单 快捷 灵活 无链接 无状态 agtp 1.1版本 支持 可持续连接 明白了吗 OK 明白了吗 mens仵